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我是唐慧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3號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我們這些天很多視頻被黃標 內容和標題都不得不挖空心思 用了一些替代詞來規避 甚至不得不把標題改成了一個字 請多包涵 相信大家漸漸也能領會 二十大前一度去向不明 李喬明接共軍陸軍司令員 中共罕見透露軍中機密 現裝備等人怪象 人心涣散 中共官場現逃逸式辭職潮 中國疫情海嘯 一些中共高校高官重招離世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牛管把這些真相視頻推薦給大家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二十大前一度趨向不明 李喬明接共軍陸軍司令員 據共軍陸軍微信公眾號人民陸軍3日消息 2023年首個工作日 共軍陸軍組織2023年開訓動員 陸軍司令員李喬明進行動員講話 陸軍政治委員秦樹統主持一事 上述資訊顯示 李喬明是第四任陸軍司令員 61歲的共軍上將李喬明是河南掩詩人 2017年升任北部戰區司令員 成為當時首位60後戰區主官 也是最年輕的戰區司令員 同年7月晉升中將軍銜 2019年12月晉升上將軍銜 2022年9月 李喬明不再擔任北部戰區司令員 一度去向不明 其後 他佩戴共軍陸軍胸標出席中共中央軍委國防和軍隊改革研討會 同年10月當選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中共罕見透露軍中機密 現裝備等人怪象 中共《解放軍報》2022年12月26日刊文稱 北部戰區海軍護衛艦第十一支隊 05A型飛彈護衛艦張業艦副艦長王玉冰通過考核 成為艦長 不過報導提到 由於艦艇進場駐修和任務衝突 王玉冰一直沒能完成全訓考核 報導指 近年來 因該支隊新型艦艇不斷列裝下水 老型艦艇陸續退役轉立 裝備等人才的問題逐步顯現 新型艦艇的一些指揮員 關鍵號手的訓練難以系統組織 全訓考核難以如期組織 這篇報導原本是吹捧中共如何克服困難培訓官兵的 但也自曝其短 江系《南華早報》今年1月2日報導 一艘軍艦的副艦長尚未完成一項關鍵的訓練測試 間接罕見地承認其缺乏高技能的部隊 這也凸顯海軍缺乏高科技專業知識 導致許多尖端武器無法發揮出最大的潛力 近年來 中共吹噓 軍艦製造如下餃子 但相應的海軍軍官 士官和士兵卻嚴重不足 新人 新裝備彼此完全陌生 臺灣退役少將于北辰 在《94藥科素》節目中表示 要建立一支成熟的海軍 從零開始需要50年的時間 中國長期以來是以陸戰為主的大陸軍主義 海軍是近20年才開始快速發展 導致造艦速度超過訓練人員的速度 對共軍來說是災難 人心患散 中共官場現陶藝士辭職潮 中國新聞週刊1月3日報導 引用官媒半月潭的資料稱 今年以來 中共紀檢監察機關查處通報一批官員 違紀案件涉及陶藝士辭職 陶藝士辭職 就是有的官員並非真想辭職 而是便提前退休 為提前駐潮 以延續權力餘溫 有的採取期權交易 在位不收 離職收 在港不收 轉港收 還有的是帶病離港 擔心東窗事發 即希望一辭了之 報導說 部分官員主動提前結束仕途的原因有所不同 有的還提出放棄退休待遇 這一系列反常行為的背後 往往隱藏著嚴重的腐敗問題 這是一種隱形變異腐敗行為 報導列舉一批案例 至少6個案例 並說還有其他案例 不一一列出 中國新聞週刊援引杭州市紀委監察官員李火春稱 中共官員已改變一手交錢一手辦事的傳統模式 企圖通過延期兌付的手段逃避處理 報導還說 針對部分公職人員的離職腐敗問題 確實監管起來存在一定的難度 特別是有一些離職或退休後 進入家族式企業 包括同學 戰友 老鄉等開辦的企業 監管的難度更大 旅澳歷史學者李元華1月3日對記者說 中共越反越俯 官員的貪腐其實越來越厲害 花樣百出 從這種逃逸式的辭職就反映出來了 時事評論員惠虎宇1月3日對記者表示 中共最近打擊這種逃逸式辭職 這些官員實際上都是低層官員 他們已經上升五望了 就選擇辭職 給自己找一條退路 比如在企業中任職 利用他以前在官場上的資源 在商業領域再給自己開一條路 這是這些官員辭職的一個原因 但他認為 其實整個中共官場無關不貪 那些大貪官把自己的資產轉移到國外 把自己的後路安排到國外去了 如果按照逃逸式辭職這個概念 這些外逃的大貪官 也可以認為是逃逸式移民 惠虎宇表示 整個中共官場 無論是高級的還是低級的官員 都是為了貪污 肯定要找一條後路 高官的後路在國外 低級的官員 看著形勢不對 趕緊在國內給自己找退路 他說 那些有權有勢的高官都已經把自己的財產 子女轉到國外 甚至成為外國公民 他往國外逃 中共基本上是鞭長磨吉 管不住 中共只能去打擊國內逃逸式辭職這部分人 惠虎宇說 中共整個官場人心涣散 沒有人真正的為這個政權服務 所有人都是撈一把就趕緊走 都是這種心態 說明中共政權正在解體 中共疫情海嘯 一些中共高校高官重招離世 2023年1月1日 內蒙古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發布副稿稱 中共黨員內蒙古科技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黨委副書記 副院長王濤確診 醫治無效 於12月30日去世 終年52歲 中共黨員蘇州大學前校長陳克前於12月29日在蘇州去世 終年96歲 官方稱 陳克前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並且愛中共等 中共黨員北京工業大學前校長王虎於29日在北京去世 終年94歲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何子坤因病於2022年12月26日在廣州去世 終年90歲 中共黨員雲南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前院長李慶君 於12月1日去世 終年57歲 讓我們珍惜生命 遠離中共 捍衛中國人的知情權 造福大眾 在新的一年裡大展宏圖 感謝會員們朋友們的支持和贊助 尤其感謝QQ7S對我們的持續援助 我們一起共同開創未來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再會